好 接下来是耳朵跟后颈部这个部分有怎么做 这个就很简单 我们就是手沾湿 然后摸耳壳 用冷水稍微把耳朵弄凉凉的 对不对 对 然后抹一下颈部 后颈部 所以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五官 整个脸部都冷却下来 然后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弥走神经 进而去平衡我们的这个自律神经 那所谓正确洗澡呢 我们通常就是冲一冲啊 然后该洗的洗一洗泡泡抹一抹就走了 对啊 在洗澡这个部分 我特别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 我们不要用太热的水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皮肤是一个 最大的这个排毒器官 它有汗线有皮脂线 那如果说我们用太热的水的话 它就会伤害这些线体 造成说我们的这个排毒功能变得不好 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洗冷水澡 但是如果说身体比较虚弱 或天气真的很寒冷的时候 我们洗这个温水 就是不要洗那种热水 太热的就对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些刷子 最好是用这种天然的丝瓜落 这种用来刷洗皮肤 因为我们的皮肤可能都会有一些角质化 它可能会堵塞住这个排毒的管道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丝瓜落 把这个皮肤的这个毛细孔的阻塞给清除掉 那第三个最好是坐着洗 坐着洗 对 坐着洗 因为我们站着的时候 其实也是那种交感神经比较亢奋的时候 所以如果说我们坐着的话 可以让交感神经比较 康放下来 对 舒缓一点 然后副交感神经比较活跃一点这样 这样对我们内脏的冲击会比较小一点 自律神经失调 现在没雨季气象病就容易出来 除了这些日常生活可以做的之外 运动很重要吧 也可以帮我们调节 大家就想说自律神经跟运动有什么关系 好 那大家看这一张图 我们自律神经的运动主要会针对我们的胸腔做一个动作 那为什么是胸腔 大家有没有印象刚刚我们说 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 就是负责紧张 打仗 逃走的那个神经 是在我们的胸椎 整个胸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然后腰椎有参与到两个 所以它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图是我们的胸腔 它会在后面的胸椎对不对 我们把我们胸腔想成一个房子 那那个交感神经就排在我们那个量柱 脊椎量柱的旁边 它就像一个电线一样在那边 那所以当我们的脊椎是卡住的时候 胸腔卡住的时候 那个电线就整个被紧绷在里面 那就会造成你的不舒服 等一下的运动我们透过活动我们的胸腔的脊椎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房间里面有一个楼地板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 这个叫横隔膜 那横隔膜就是 就是黑白切的 对就是那个东西 那它的功能是什么 在我们吸气的时候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胸腔会扩大 像吹气球一样膨胀 所以我们的楼地板会下降 横隔会做运动 那吐气的时候 这个楼地板就会上升 把气排出来 可是很多人是这样呼吸 吸在这个颈部这边用这边 它的胸腔是没有动的 就像我们刚刚个案的阿姨 它这边根本呼吸的时候 你只要呼吸 它只有这里在动 肚子在动 胸腔都没有动 所以我们待会运动会教大家 把横隔呼吸开来 然后就把我们的楼地板的房子变大 然后我们脊椎延伸 这样我们的胸腔就会变大 那当我们的肺脏可以比较进 更多的氧气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脏就会更轻松 好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 先做楼地板的扩张 那有些人家里 我们需要一个弹力带 那没有弹力带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毛巾 对那我直接用弹力带示范 如果家里有弹力带的话 你们把它绕在我们胸腔的地方 那胸其实很大 我们要绕在我们这个肋骨的最下面 最下面 内衣下面滑下去就骨头 下面就肉了嘛 腰内肉 腰内肉的上面这里 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楼地板的位置 所以我们利用弹力带呢 我们在背后 嗯 这样子绕一圈 然后绕到前面以后呢 我们交叉 然后把它拉紧 绑起来哦 对拉紧 那可以坐着会比较轻松 那你找一个不会滚动的椅子 那拉紧的目的是 当我们这样拉的时候 我们那个楼地板是被我们压着紧紧的 那压紧紧的时候 你坐着以后你轻轻的吸气 但是吸气不要用脖子吸 请你用把弹力带撑开的感觉用 因为这样会有一个阻柄 了解 有一个检测的工具在那里 对它是一个feedback 就是一个回馈 因为你觉得这边紧 好我要请大家吸气的时候呢 把弹力带撑开的感觉 用横隔膜吸气 每次教这个很多人都说 我不知道我吸对了没有 对拉紧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各位如果不知道吸对了没 请各位坐在你的镜子前 没有看到 有有有有 对它会 有点张开 它会膨胀 撑开的时候呢 它楼地板就会撑开 所以我们可以做三到五个呼吸 吸气 吐气 再来吸气 毛巾其实也可以 只是它会比较痛 因为它没有弹性 没有那么难 这就是洗脸的毛巾啦 那很简单也是一样 绕在这个位置 胸椎的位置 好 那这个呢把它夹紧 夹紧 夹紧 如果毛巾长一点就可以交叉 那也是 其实可以看到我吸气的时候 就好像顶开这个感觉 有耶 因为横刮脸 它是一个肌肉 它是一个随意肌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大脑静下来 去感觉它的扩张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肌肉 我一直为止是QQ的皮 没有它是肌肉 所以它是可以运动的 好 那这个运动什么时候做呢 跟赵医师刚刚那个冲洗时间 是一样的 是在你饭后 还有你睡觉前做 因为这个胸阔的扩张 可以舒缓我们的交感神经 会让你比较好睡觉 那第二个运动呢 把我们的梁柱拉开 把毛巾想成自己的脊椎 我们的脊椎 因为在梅雨季的时候啊 它里面 因为都不出门 阿扎 胸闷闷的 对 里面有好多的湿气 所以待会我们做的运动 就像我们把我们的脊椎 做一个扭转 那待会我们会在脚夹枕头 目的是我们脊椎这么长一串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脊椎下面固定好 夹枕头 然后我们的脊椎呢 会先做一个侧弯 然后会有一个旋转 然后再弯起来 再伸起来 我觉得我们来到太阳马戏团 对 其实很简单的 很容易做 那就会把我们的脊椎 把毛巾的湿气把它挤出来 好 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要不要先这样的舒服车 不用 现场有医生 现在可以跟着做 因为这个做完 其实会非常的舒服 那家里可以拿一个枕头 或是夹一本书 舒的话比较硬 那老人家膝盖会不舒服 你就可以拿软一点的枕头 或是毛巾 目的是我们要固定我们的下盘 那我们要转我们的胸椎 第一个动作是我们先做左边 第一个动作是我们要伸揽腰 伸揽腰 来我们先侧弯左边 那弯的时候记得骨盆不要歪掉 那我们去感觉我们侧面肋骨的延展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要原地旋转 好 然后除了旋转 来请大家学老鹰看地上的猎物 所以你的胸要整个往后拱起来 弯曲 好 那再来我们要向嫦娥奔月 我们要从我们的腰慢慢伸展 做一个背的后身看天花板 嫦娥奔月 好 那我们再回去的话就逆着回去 来我变老鹰 弯起来 好 然后我们变伸揽腰 所以我们要原地旋转面向正面 好 然后我们再回正 好 那我们做另外一边搭配吸气 那吸气请大家用刚刚的方法 我们是吸肋骨的下面 好 吸气预备 好 吐气 侧弯 好 在这个位置我们再做一次吸气 把肋骨撑开 好 吐气 做老鹰 记得要拱背喔 不是只有转身喔 嗯 吸气 好 吐气 嫦娥奔月 背要变成一个往后伸 好 脖子要放轻松 注意肩膀不要用力 肩膀往下沉 很优雅地飞到那个月亮上面 那我们在这边一样吸气 把肋骨打开 好 吐气回到老鹰 好 我们吸气吸到我们的背后 好 吐气回到伸揽腰 好 一样在这边吸气 打开肋骨 吐气回正 OK 那一边做个三次到五次 有耶 有啪啪啪啪的 对 有很多人会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就是你的胸椎后面每次都卡在一起 没有把它撑开来 那这样子我们自律神经 就整个舒展开来 就会很舒服了 OK 好 所以这个方法呢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小环境 我们来变化 那我们居住的大环境里头 因为刚刚提到啊 现在蚊虫啊 except 成蚊蠢蠢蠢蠢愚动 阿生你都用什么方法 嗯我家有这个 所谓的那个防蚊挂片 蚊子对不起 然后呢 刚刚讲到成蚊 我们家有那个成蚊吸尘器 然后还有从那个 汙煤那的那个 空气清净机 号称可以吸附所有的灰尘 然后如果成蚊的那个躯壳 遗体在那個棉被上 你全部都把它吸进去 然后呢 除了这两三样之外呢 最近真的 你知道下大雨 排水沟水一满起来 除了有水满出来之外 蟑螂也会满出来 它就沿着水果往上爬 沿着水果往上爬 所以我也去买那种什么 杀蟑蟑蟑 放着让那个蟑蟑吃了之后 会回家自己死翘翘那种 对 那大概就几样 那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有蚂蚁 就去买那种蚂蚁的东西 看来你法宝还不少 没办法因为有小孩 一般就是说我们有过敏症状 往往就是有成蚊 或者是黴菌细菌等等 尤其是眼睛痒皮肤痒 打喷嚏流鼻水 类似感冒症状 这些症状的话 其实也许就是所谓的 你睡不好 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 这个胶感神经 或者负胶感神经不平衡 那过敏症状 实际上是家里的环境卫生 没有做好 尤其是塵蚊 根据环保署的调查 95%以上的家庭都有 为什么呢 因为塵蚊就是随便漂浮在空气当中 例如说你外出或者是回家 就带了很多塵蚊回家 像我们公司是 这个有访客来 我们用显微镜 看它的那个脸部 就塵蚊在爬了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几乎是塵蚊无所不在 为什么呢 有灰尘的地方就是有塵蚊 所以你就是必须就是说 做一个很彻底的清洁环境 就是维护环境卫生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好 那比方 蟑螂好了 现在很多人买那个啊 就说它一只吃了之后 阿松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 对 我叫蟑螂宝嘛 然后它就是会跑回家 然后就会死一大穿 所以等你发现的时候就 刚刚讲的就是说 连锁沙漿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发生 因为假设连锁沙漿发生的话 这个厂商就倒闭了 为什么 因为第二年就连锁死光了嘛 所以就不可能 那个就是会发生的 所以连锁沙漿是在怎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根本逻辑上的错 像我们公司也是养很多种蟑螂 那我们就是做实验 就是说它怎样 就是说会吃自己的一个同伴呢 你把它拴在一个宝特瓶里面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食物 等到其他就是说 比它先死亡的一个蟑螂 它才可能吃一点点 那假设它有任何其他的一个食物 它是绝对不可能吃同伴的尸体 尤其是它吃的一个蟑螂耳机 它吃进去以后 它的身上就会自然散发 它毒耳的一些所谓的费罗蒙气味 所以这个蟑螂根本就不可能吃死掉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它生病了啦 对 我们一般杀害虫有四种方式 很多人它就是误会 就是说我看到蟑螂黏了蟑螂屋 它就丢掉了 那事实上就是说不要丢 放在那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 这样才会更有效 那它为什么要爬过来黏过来呢 基本上就是误打误撞 所以最新的一个杀虫的方法 就是要用空气毒 毒气室就对了 对 毒气室